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代表我的虚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代表我的心 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 深深的一段情 教我思念的如期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笑一笑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今天真的折磨着 就休息一天 跟大家先隔天相见 可是后来想了想 上次说 明天见来着 所以我又来了 但美国的疫情又来了 今天除了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美国的疫情之外呢 我更想聊一聊 最近一段日子 我在美国 是有多么的思念家乡 那究竟为什么 我跟大家真的想 从头开始说 那一开始呢 我先跟大家报一下 这个数字 这数字呢 我们就不报 这个增加了多少量 美国今天的数字呢 不算是很严重 但这个不严重呢 还是蛮恐怖的 就没有办法 很无可奈何 中午的时候 我朋友跟我说 美国已经达到 100万这个确诊了 但是我手头上 这个数据呢 还没有达到 那当然达到100万 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确诊人数 全美国 在2020年4月 看一下时间 4月26号的时候 那是98万7581 也就是说如果明天 新增确诊超过13000的话 那全美国呢 就变成了一个 全世界首例达到 百万人口确诊的 这一个国家 死亡人数呢 现在达到了 55,513个 那我真的都不敢想 我印象中 真的是前不久的时候 刚刚达到的是 1万多人 我当时想 哇1万多人 好恐怖的数字 现在55,5万了 那我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跨度 其实如果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 越来越恐怖 越来越恐怖 那今天就给他说一下 现在的美国 可能大家无法想象 当美国在 头一个半月的时候 他们是处于一个 整个一个恐慌的状态 因为 超市都被抢光了 想买纸买不到 想买一些什么 杀毒剂 口罩什么的 你根本就是 完全没有机会 后来呢 现在是物资 慢慢的跟上了 可是确诊人数呢 是越来越多 那他们很多人 看到 很早之前 开始了这个 就是禁止人出行 在某些严重的城市呢 就禁止人出门的 这都是很恐怖的事情 出门的话 只能去买 你需要的东西 那其实我之前 发生过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 是因为我那张票 我也找不到了 我被警察呢 直接Pull over 很早很早之前 那个时候 好像还没有说 很多人这个确诊 大概是在洛杉矶 封城之后的一周吧 那时候我出门 我去麦当劳买点吃的 45人 就在我们家门口 我往前开车 左拐 警察的报 停了 我当时有点恐惧的是 那不会是说 真的是完全戒严 不让出门吧 后来警察过来 就问我干嘛去 我说去麦当劳 他说你的车 为什么是加拿大的 我说我的车 一直是加拿大的 有保险吗 我说有啊 保险在车里 我给你拿给你 把保险给他 把我的美国驾照给他 查了半天 然后跟我说 会给我一个警告 我说为什么要警告我 他说你不知道吗 我说我不知道 我当时心里嘀咕 他会不会说 因为我晚上出门 然后是不延续的 因为当时大街上 确实人很少 然后他跟我说 我左转的时候 我的一个轮胎压了一下黄线 我当时说 我觉得好惨啊 半夜连个车都没有 我可能说 稍微放松警惕 我真的是往前走的时候 有一点轮胎呢 挂了一下这个黄线 但这个东西呢 一般来说 他不会说pullover 但是在那个特殊时期 他把你截停之后的 主要目的呢 其实不是为了罚款 而是要看看你干什么 当他得知 我要去麦当劳的时候 就跟我说 只是一个警告 这张票呢 你不会上法庭的 OK 然后开车注意安全 我说谢谢 后来呢 我就买洋饭回家了 这就是一个很小的插曲 那个时候大街上 是没有多少人的 但是现在 大家看 马上就要一百万确诊了 可是呢 我们白天出门的时候 看到那个车上 那个车水马龙 就车来车往 人来人往 人似乎已经 慢慢的遗忘了 我们现在在一个 非常严重的 疫情的状况下 他们已经不敢那些了 是不是很神奇 我觉得是挺不可思议的件事情 那昨天呢 我去公园不是跳操吗 跳完操之后 今天是浑身疼哦 疼得不得了 然后今天跟朋友问他 我说我们要不要再去一个地方 去跳操啊 他说明天吧 今天休息啊 跳得累了 很有意思 所以我呢 今天就没有出门 一直在家里面 其实我在加拿大居住过很久 如果大家很早之前认识我呢 应该是看过我在加拿大的那些生活视频的 我记得跟加拿大有关系的 至少超过700部影片 那个时候我生活在加拿大温华 那是非常的写意 非常的惬意 整个生活特别的放松 节奏特别的慢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慢节奏的人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从我的歌声当中 大家就知道 我性格比较 比较内敛 不是属于那种很豪放 那阳光是有 很正直啊 也有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特别喜欢平静生活的人 我从加拿大那时候 已经习惯了那种生活 那生活了七年多 然后从加拿大回到国内之后 发现在国内好像有点不适应 那后来就来到美国 我想当时试一下在美国生活 在加拿大你可以很平静 你可以很放松的生活 那在我们国内呢 你就要开始闯一闯 你感觉那个节奏 就相对来说比较快 在美国呢 它融合了这种加拿大和中国这种 这种节奏 你既可以说 非常有活力 感觉节奏很快的生活 你也可以晚上选择 像我这样 住在那个片地区 然后住在一个房子里 享受这种宁静 那美国是一个 很多元化的这种 一个地方 特别特别好玩 但是现在疫情期间 到现在为止 我感觉的就是 在美国生活 此时的生活很无聊 很单调 很无趣 现在能够享受到的 那就是周末的时候 或者说白天的时候 去公园 散散心 然后去看看海 那大概就这么多了 然后就宅在家里 只能做这么多 那在加拿大的话 平时都是这个样子 让我找到了那种 之前在加拿大生活 那种感觉 如果我在国内的话 我觉得这生活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你真的可以吃很多美食 你想去哪里都很方便 然后有很多人 你感觉 真的没这么孤单 去公园走走 去宠物店看看 现在正常的来讲 其实我们中国呢 生活很正常了一些 但美国这边 你看似非常正常 可是 当你真正想 变得跟正常人一样 去生活的时候 突然间发现 好像不行了 你这不能去 那也不能去 想吃饭吗 全都是快餐啊 哇 然后现在夏天到了 我一开窗户 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曲曲的叫声 明天晚上就听到曲曲 嘟嘟嘟嘟 一直叫 一直叫 这让我想起了 之前我在美国的 那段时间 还在另外一个地方住 那 生活也很惬意 我觉得还挺享受的 挺享受的 可以在傍晚的时候 忙完之后 坐在后院 喝点红酒 吃点那个西餐 凭着人生 但是那种生活呢 应该是在 每天忙碌完之后 回到家 然后沉淀下来 而不是每天 感觉只能干 那个事情 而现在美国呢 就处于这个 大概这个状况 没有太多的 可以做的事情 没有太多 你觉得 你做完之后 会实现 你人生价值的事情 没有太多 而这个心理负担 和这样的情况 持续的时间呢 你是不知道的 在这种情况下 更加加剧的这种 非常不好的感觉 在心里边一直积着 久而久之 人生犯病 所以无论如何 明天 出门 做人有意义的事情 在家宅着 真的不适合 美国这边 可能是过去 已经习惯了 每天忙碌 忙碌完之后 然后再休息下来 现在每天 让你什么都不干 在家休息 哇 脑袋能炸开 明天呢 八九不离时 美国的疫情呢 将退向百万 证实了一个百万阶段 那在这样的一个量级的情况下 你真的希望美国变得很好吗 短期内可能吗 我觉得很难 那心态呢 我最近在不停地调整 不停地调整 我呢 是一个那种 希望 打心底的希望 这 明天会更好 过一天 要比之前一天更好 现在在美国这边 是过一天 越来越糟 越来越糟 此时 人们真的已经坐不住了 所以这两天 外面过车的声音和频率 越来越高了 被迫又得晚上做视频 因为白天的话 扰你不得安宁 然后现在美国的房价 一直在跌啊 跌啊 就感觉 确诊人数在上涨 经济在持续下滑 美国的未来 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然了啊 之前我们大家都说的 什么全民免疫啊 尽快复工 我觉得这是 完全可能发生的 因为如果再不复工 美国的经济 就越来越难救了 毕竟 每天现在 依旧死着几千人 与此同时 几万人正在被确诊 而这个数字 大家其实知道 为什么 确诊人数在增加 是因为它被检测到 那现在其实 你要算一个比例的话 如果说全美国 百分之二十人被确诊 那是多少人呢 很恐怖的数字 对不对 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会尽力 每天跟大家聊一聊 谢谢大家的观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 关注我的频道 那先这样 期待明天 拜拜 咱们і 咱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